光复乡一名46岁张迅的赵林农 在赵林地砍草的时候不小心滑倒 跌到了小溪谷右脚骨裂无法行走 消防队获报之后赶紧上山救援 不过临坡地很陡峭 消防队员以轮流背负方式把伤患送下山救医 中午12点多接获通报的消防队即刻集结 沿着光复林道火速开发到海拔800公尺 赵林地尸骨地点进行救援 下午2点15分附近接触到患者 患者右脚有明显的肿胀疼痛 患者意识是清楚的 所以我们当下是做谭崩跟抽屉师护目 固定他的脚踝 然后协助他脱离收困的地点 46岁的张姓赵林农 砍草整理自己的赵林地 却一个不小心踩到了湿滑的石头 而跌落一旁小溪谷 造成了右脚骨裂 前来救援的消防队员 先行处置伤患后准备送医 但近乎80度角的临地坡度 影响救援速度 消防员赶紧以轮流背负的方式 将伤患送下山 我们是用辅助 因为患者意思是清楚的 我们就辅助搀扶 然后拉抬的方式 然后协助他脱离收困地点 在地势和缓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用搀扶的方式 或是用背负的方式 事发地点地除高山 路遥齐区 再加上林地三坡陡峭 随着这一趟救援 行动是费时又费力 说信消防队员不放弃 坚持到底 终于将伤患 顺利送下山救治 性命无碍 消防队员也呼吁农民 在从事农耕时 请务必小心自身安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